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卷十二 红鹰写语 第578集 通信 王丰的案子告一段落之后 展昭就开始收拾行囊 准备去红鹰站 本来展昭想跟包大人请个假 自个儿和白玉堂带着鹰侯和天尊走一趟 只是包大人让他等两天 说跟他一起走 包夫人也说 展昭在开封府这段日子 一直照顾包严 还帮了包大人很多忙 他想去红鹰寨拜访一下他的父母 于是包大人上朝的时候 跟赵真说了一声 想继续出巡 赵真欣然同意 并准备了一些礼物 让包拯带去红鹰寨给展昭的父母 本来赵真怕太师挂念香香 而且毕竟年纪大了 总让他东奔西跑的 庞飞也担心 就想这次不让他去了 没想到太师却主动说想去 赵真微微有些不解 不过也没拦住 就让众人准备妥当之后 即日出巡 这次出巡的时间是三个月 赵真让众人过年前回来 这样过了年之后 包炎正好可以赶上春室 他还顺便叮嘱了一下包炎 查案的同时也要刻苦读书 林霄夫子对他期望很大 退朝的时候 包大人瞄了一眼身边的庞探师 我说 干嘛 你竟然主动要跟圈 哎呀 少废话 怎么怪怪的 上了轿子 包大人吩咐一声 回开封府 就听太师也跟着来了一句 去开封府 包拯撩开轿连看着太师 心里也纳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庞吉和庞玉两父子 去开封府的时候 比回家还多 而此时开封府内 展昭门口的院子里 公孙拿了一大堆龙驼案卷 放在石桌上 这是红鹰寨附近的周城府县的悬案 既然这次是往那个方向出巡 可以顺带将这些案子都查了 妈妈 妈妈的爹爹和娘亲 住在大寨里吗 小四子拿着块桂花糕 扒着正翻看卷宗的展昭的膝盖 展昭掐了一把小四子水蜜桃一样的腮棒子 点头 是啊 是山大王吗 有虎皮金交椅吗 展昭让他逗乐了 小四子一直在盼望着 能看一眼山大王的虎皮金交椅 之前去赵普军营也问来着 虎皮金交椅就没有 不过呢 有瀑布 那红鹰寨里边 是不是有很多樱花 樱花不是都春天开的吗 我和爹爹在无锡看过白樱花 妈妈家里的是红的吗 展昭索性将小四子抱起来 放到腿上 跟他解释 红鹰寨其实不是种红鹰花的 只是因为瀑布底下的水滩里面 长满了红色的水草 而瀑布附近林子里的树木 常年都是红色树叶 这么巧 瀑布后面的石壁 是光滑的白色岩石 于是呢 就好像镜子一样 但远处一看 整片瀑布就像是随风轻轻晃动的 长满了红鹰的树 因此得名 原来是这样子 其实本来是叫红鹰寨的 因为我娘姓茵 是有一些一知半解的江湖人 以为寨子里面种满了红鹰 所以就给传岔了 之后就将错就错了 那猫猫的娘亲是什么样子 我娘呀 嗯 该怎么形容呢 展昭话没说完 鹰猴凑过来跟小四子嘟囔了一句 可凶了 凶的 妈妈脾气这么好 怎么可能娘亲很凶啊 我娘才不凶 展昭瞄了阴猴一眼 揉小四子的脸 阴猴一扭脸 显然还在因为之前 被殷兰慈撵到开封来而别扭 此时天尊也凑了过来 殷兰慈脾气可暴躁了 不要惹她呀 比陆雪儿那怪丫头脾气暴躁一百倍 殷猴在一旁点头 众人张大了嘴看着天尊 有吗 展昭觉得没有 他觉得他娘挺好的 虽然不是温柔贤淑那一款的 不过论脾气跟陆雪儿也差不了多少的样子 你娘那么疼你 自然没在你面前发过脾气 殷兰慈当年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吧 听说他力大无穷内力深厚 不过他不是女侠吗 江湖上口碑很好啊 那是因为谁都不敢惹他 殷侯话没说完 展昭掐住他胳膊 你怎么这么说自家闺女 尹兰慈那丫头也不知道像谁 没遗传阴侯的轻功 却变出一身的怪力 那个内力往外泄的时候可吓人了 陆雪儿那刁蛮丫头跟她比起来 就算是温柔的了 众人都下意识地瞄了白玉堂一眼 似乎是表示同情 白玉堂此时正悠然自得地躺着看卷宗 那样子完全不紧张 不过总的来说 兰慈还是很讲道理的 谁惹到他 他才会发飙 不惹他的话 他不会主动惹别人的 殷侯觉得将女儿塑造成大魔王的形象也不好 就往回兜了兜 展昭也凑过去安慰白玉堂 不用担心 我娘可好沟通了 是啊 白玉堂点点头 展昭微微一愣瞧着白玉堂 白玉堂就笑了笑 展昭狐疑地瞧着白玉堂的表情 怎么觉得这耗子胸有成竹的样子 正聊着白福跑了进来 少爷 你看这个可以吗 白玉堂瞧了一眼 就见白福拿进来的是一盒子的血哈干 公孙凑过来看了看 拿起一个纹纹 是几瓶 就要这个吧 多带几盒 好嘞 你弄那么多血哈干什么 伯母最近好像有些咳嗽 而且天转冷了 正好我娘前两天也说皮肤干 给他们带点血哈 展昭点了点头 随后想了想 一脸莫名地看白玉堂 伯母是谁啊 自然是你娘啊 我娘咳嗽 也不是咳嗽 可能是虚火有些旺吧 伯父说他有些上火 伯父是谁啊 白堂失笑 伸手摸了摸展昭脑袋 自然是你爹啊 你什么时候见过我爹了 没见过 不过信上有提起 哪封信啊 展昭歪头 他总共也就收到 他爹娘几封信 没提起他娘咳嗽什么的 就前几天 哪封不记得了 展昭瞪圆了眼睛 瞧着白玉堂 随后不确定地问了一句 你们 该不会有书信来往 有啊 什么时候开始的 有一年了吧 你跟我爹娘通信一年了 伯父伯母十分好沟通 其他人都默默转脸忙自己的去了 感觉这边估计一会会打起来 而展昭则是张大了嘴 凉酒 牛脸瞪 阴侯 阴侯望天 外公 你也知道 我来之前 蓝丝还给我拿了一盒红花茶 让我来拿给玉堂 啊 我第一次喝这种茶 展昭倒抽了一口冷气 拽入白玉堂 你 你们平时写信都交流些什么 都是讲一些你的近况 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什么有趣的事 总之 就是一些小事情 白玉堂伸手拿茶杯 展昭按住他茶杯 眯着眼睛 小事情 比如 比如说 某只猫小时候就是吃货 三岁的时候 为了摘树梢上的果子 竟然无师自通了轻功什么的 展昭张大嘴 众人摸着下巴 展昭的轻功竟然是无师自通的 果然是个人物 不过猫 你竟然为了吃柿子 无师自通了轻功 真是天赋异禀啊 展昭双眼眯了起来 盯着白玉堂 白玉堂觉得展昭就快要炸毛了 于是准备开溜 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好准备的 白玉堂转身刚想走 就感觉身后展昭一扑 包大人和庞太师走进来的时候 就看到展昭正趴在白玉堂的背上 掐他脖子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啊 你跟来干嘛 包拯瞄了一眼太师 包夫人走出来 接包拯的官帽 然后请太师留下来吃饭 太师厚着脸皮 笑嘻嘻地答应了 爹你怎么来了 不回太师府啊 你还知道太师府啊 今晚你给我回家陪你娘吃饭 你个不孝子 太师白了庞玉一眼 过去戳他脑门 庞玉揉着脑门看包颜 哎呀 哎 哎 哎 馒头 晚上去不去我家吃饭 什么菜 我让我五妈做梅菜扣肉吧 我五妈 少星人 她做的梅菜扣肉啊 比太白鸡的还好吃 包颜点了点头 决定去蹭饭 一旁 正掐白玉堂的展昭 转过来看了看 梅菜扣肉 妈 你娘姓上还说 你小时候把长州府 所有的酒楼都排了个名字 还说出门云游江湖的目的 就是给天下的酒楼 排个名字 他这也跟你说 所以你留在开封府的 真正目的 该不是因为 开封馆子排位最靠钱吧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5 5 7 9 9 10 10